第五章 牛顿第二定律 第二定律 那么这里是一个值点 它的值量是M 速度呢 顺势速度是V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量 M乘上V 就称作动量 那么牛顿第二定律就是说 他做好多的实验发现 当这个值点 受许多的外力作用 然后这些外力合成以后 变成一个合力 那么这个合力会产生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动量的时间变化率 就是说有了这些合力以后 这个物体的动量会随着时间改变 如果在运动中的运动过程中 值点M 值点的质量M 保持定值的时候 如果这个质量 不会因为它速度的大小 而改变它的质量的话 那么上面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 我们可以把M 它是定值嘛 可以提到这个微分的前面 那V就变成DV over DT 那DV over DT就是速度的时间变化率 这个就是这个值点的加速度 于是我们在值点的质量保持定值的时候 F net force或者是合力 就等于值点的质量乘上加速度 那么这个是值点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物理意义就是说 这个值点受力的话 力是它的因 有了这个因以后 那么值点的运动状况会改变 那就说它会产生加速度A 运动状况就是速度会随时间改变 就产生这个A 而且那么我们看 加速度的方向跟合力的方向是一致的 一致的 你合力朝哪个方向 它的加速度就是朝哪一个方向 那么F等于MA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就是牛顿第二定律 Net force等于DMV over dt 这个是牛顿第二定律 那么当值点的质量等于常数的时候 这一项就变成MA 所以我们现在的F等于MA 它是F等于DMV over dt的一个特例 一个特例 那我们学的这个 目前我们学的 大致都是 值点的质量保持定值 我们将来也会讲 如果它的质量会改变的话 那么第二定律又是另外一种形式 那么底下我们就来谈一谈 当我们应用F等于MA的时候 我们应该注意哪一些东西呢 第一个我们要注意就是 这个式子 它是一个因果律 因果律 那么合力是因 那么这个漏掉字了 那么MA是果 合力是因 MA是果 MA 那么这是因果 就是说这个是因 这个是果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 应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因为它有合力 有好多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物体 所有的外力 外力 把它画出来 外力 还有加速度的相难也要画出来 要画力 这个叫力图 等等我们举例就会知道 还有 就首先画力图 力图里面也包含加速度的图 然后我们要列 这个式子要把它列出来 要有式子 OK 好 列式子的时候 我们就是将所有的外力 统统列在等式的左端 这一端 比如说我们是 F等于MA 那么左端 就是所有所有的外力 统统要写在这一边 然后质量层加速度 要列在等式的右边 力不可以列在这一边 加速度也不适合列在这一边 因为这样子列法的话 你力跑到右边来 因跑到果 果跑到因的话 整个会乱掉 也就是说我们等式 左端是列因 右端要列果 这是我们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要注意的 第二个我们就看力的单位 力的单位 比如说F等于MA 如果你的M用的是公斤 质量用公斤 加速度用每秒每秒多少公尺的话 那么力呢 就是用牛顿 我们简写就写成这样子 也有的时候写成NT NT我就有时候会看成新台币 那我们就写个大N就好了 那么如果指点 用功课做单位 gram做单位 加速度用每秒每秒多少公分的话呢 这个时候它的力就是用达音做单位 还有一个音质单位 音质单位 现在的书都很少用这个 过去我们在念大学的时候 这个单位一大堆 那就是它的力用的是pound 英镑 简写就是LB 这个我们都听过 然后加速度呢 是每秒每秒多少英尺 这个我们也听过 对不对 它的质量这个时候啊 就叫做slack slack很少听到 可能很多同学是第一次听到 你不管它 反正它就是单位 叫slack 好 那么这三套单位 就是你质量用什么样的单位 加速度用什么样的单位 然后它会得出一个力的单位出来 这个 左边这个单位 牛顿 达音或者棒 都是成为力的绝对单位 绝对单位 好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常用的 但是这个不是用来 不是用在工程跟物理上面 就是力的重力单位 比如说我们将质量为m公斤的物体 它受地球的引力 w的大小 就是它的重力 对不对 我们就称为这个重力 就是m公斤重 一定要加一个重 m公斤就是质量 m公斤重 就是这个质量为m公斤的物体 受地球的引力有多重 举个例子来说 质量是10公斤的物体 它的重量 就是10公斤重 10公斤重 可是这个10公斤重 不可以用在我们前面所讲的 那个f的ma公式里头去 不可以当作那个力 如果要当作那个力的话 我们要把10公斤的物体 它所受的力的绝对单位写出来 那么绝对单位是什么呢 那就是质量乘加速度 加速度就是重力加速度了 重力加速度 我们都很熟悉 就是9.8个 每秒每秒公尺 10乘9.8 那就等于多少呢 98牛顿 就是说10公斤的物体 它的绝对单位是98牛顿 它的重力单位是10公斤重 这个是绝对单位 绝对单位 跟重力单位的分别 那重力单位通常都是 我们去买东西 比如说你到市场 去买猪肉 比如说我们要烤肉 派一个同学去买猪肉 那你对老板说 老板我要买10公斤的猪肉 那他就会称10公斤给你 如果你是学物理的 你说老板我要买98牛顿的猪肉 那这个老板听不懂啊 他会问你到底要买猪肉还是买牛肉 所以这个是我们实验室用的 在工程上面用的 那公斤重呢 是我们市场里面 日常生活里头常用的 好 现在我们就要谈到 我们应用牛顿第二定律的时候啊 F的MA 对不对 左边是向量 右边加速度也是向量 那我们把它分成分量 合力它有X分量的合力 Y分量的合力 Z分量的合力 就分成三个分量 加速度呢 也有X方向的加速度 Y方向的加速度 跟Z方向的加速度 这些都是加速度的分量 两个向量相等 就是两个向量的分量 每一个方向的分量要相等 SigmaFX 那等于MAX SigmaFY 那等于MY SigmaFZ 那等于AA MAZ 我们用这个式子来计算啊 通常会比较方便 会比较方便 那么 这个是用迪卡尔坐标 如果 我们用 另外还有一个常用的 就是说 我们把力 分成切线分量 跟法线分量 那么加速度也分成 切线分量 跟法线分量 T就是代表 Tangential Component N就是代表 Normal Component 那么 切线方向的分量 要等于M乘上AT 法线方向的分量 就等于M乘上AN 这个我们 在应用的时候 通常都是把这个式子 分成这三个分量 或者是 分成这两个分量式 好 那么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常常会用到 外游引力 其实外游引力 我们另外会有一张 13张 专门讲外游引力 不过我们现在 在计算上面 有时候会用到 所以我们就先介绍一下下 牛顿发现 牛顿发现 只要有两个指点 M1跟M2 两个指点 那么这两个指点之间 就会有彼此相互作用的力 就是M1会吸引M2 M2也会吸引M1 只要有指点 那么指点之间 都会有这种相互作用力 这个叫做外游引力 那么我们现在把 把这个外游引力 我们现在要用式子表示出来 所以我们要用 要把项量 把它规定好 比如说 我们令R12 R12 R12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点1 相对于指点2的位置 就是说你站在指点2 来看指点1 它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你在这边看 你会发现它在这一边 对不对 所以这个箭头 是往这一边划过来 那就是R12 那么我们通常呢 在这个方向上面 我们取一个单位向量 R12 Univactor 那么所以R12的向量 就等于R12乘上 R12的向量 那么我们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可以表示 指点1 受指点2的引力是多少 就是说指点1 因为指点2存在 所以它就被它吸引过去了 吸引过去了 这个力是多大呢 那我们写成F12 就是指点1 受指点2的引力 好 牛顿发现了 这个力的大小 是跟M1跟M2 两个指点的质量成正比 跟两个指点之间的距离 R12的平方程反比 然后这个是一个比例常数 比例常数 然后它的方向呢 你看它是受它的引力 所以它的方向是这个 是它的方向 就是写着负的R12 R12是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要配合这个 这是F12 那这个就是R12 那么它的方向呢 是跟这个相反呢 所以我们就用个负号 那么指点2也是一样啊 指点2受指点1的引力 那么它的大小 力的大小还是一样 跟M1跟M2成正比 跟R21就是这个 其实R21的大小 跟R12的大小是一样的了 平方程反比 然后方向是R21的反方向 R21朝这一边 它是朝这一边 被它吸引过来 所以加一个负号 OK 那么这个G呢 比例常数 我们称它叫做万有引力常数 万有引力常数 它的单位 就是这个 Newton M2 OVERKILOGRAM2 这是万有引力常数 这个我们可以不必去记它 要用到的时候 我们可以查得出来 我们应用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 要注意 注意 以下的几件事 这是万有引力定律 第一点要注意 就是M1跟M2 这个只适用于指点 就是说这两个东西 必须是指点 才能够带这个式子 如果它是有体积的话 那不能直接带 必须要怎么样呢 用积分来计算 用积分计算 我们到13章会有立题 告诉各位要怎么算 这里你就注意 它必须是什么 指点才可以用 另外我们也发现 如果一个物体的密度 是均匀的 就是说它的结构 是均匀的东西 不会这边的密度比较大 那边的密度比较小 不会 那这个时候 如果是均匀的话 我们可以把 是个球体 是均匀的球体才可以 不是任何的形状的物体 这是均匀的球体的话 那么这个物体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指点 这个指点是集中在它的球心 就是所有的质量 这个球体所有的质量都集中在球心 把它当作一个指点来看待 这个我们就可以应用 这个是我们在计算它的时候 发现有这么一个现象 那里头的单位 这些量的单位 M的单位用公斤 R的单位用公尺 F的单位用牛顿 那么我们看 这里始终有一个负号 这个向量的方向 R12是跟F12的向量 相反 这个是跟它相同 但是它的力呢 却是跟这个方向相反 所以用负号 这负号的意思表示说 这万有引力 它是互相吸引的 这两个指点是互相吸引的 因为我们质量都是正 这个也是正 这个也是正 不可能像电荷有正有负 所以这个成材一定是正 所以这个量一定是正 负号的话就表示 这个力是跟这个方向相反 那就是互相吸引力 我们再看指点与地球间的万有引力 这个我们在计算上面常常用到 比如说这个球状的 我们代表地球 质量是大M 半径我们用大R表示 那这里有一个指点 它距离这个球星是R圆 那么这个时候的坐标呢 我们是以这个为圆点 朝这个方向就是R Univectal的方向 这个时候 我们前面说过 如果球体是均匀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球体的质量 当作集中在球星 把它当作一个指点来看待 现在我们就假设 我们地球 质量是均匀的 半径是R 质量为M 这个时候这个指点M 它摆在我们地球 距离地球R圆的地方 那么它所受的万有引力 就是它现在仅仅只受地球给它吸引的力 就是说它的外力只有这一个 只有这一个 那么这个力呢 我们就FG的表示G就表示Gravitation Force 那就是万有引力 只有万有引力 这万有引力的大小就是带我们刚刚讲的 它等于负的 M称上大M 称上R平方 然后方向跟这个相反 对不对 这个是力的因 因 因要等于果 我们用牛顿第二点 因在这里 所以你看 合力 这也是合力 你把因写在这边 果写在这边 等于M称上A 那这个物体因为受了这个因 它的运动状态会改变 它就有加速度A 我们把从这个式子里头 我们把这个M约掉 我们就可以得指点的加速度 就是这个指点在这个位置 它所受的加速度呢 是这么大 这里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加速度不是等加速度 因为它跟位置有关 它是跟这个位置有关 位置如果这个R越来越小的话 那这个A就越来越大 所以这个物体往下吸引 被地球吸引会往下掉 越掉越快 越掉越快 因为它的加速度越来越大 这个式子就显示 加速度不是定值 是与位置有关的 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指点位于地球的表面 那么R就等于大R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把 刚刚那个式子的小R 变成大R 那么这些量 现在都变成长数了 万有引力长数是个长数 指点的质量 跟地球质量也是长数 地球的半径也是长数 那于是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写成什么呢 M拿出来 其他的负GM over R 平方成是R Univantle 我们就算它是一个G向量 G向量 好 这个G向量就等于这个 这个东西 这是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我们刚刚讲它的A A的话这里是小R 它跟位置的 跟它的位置有关 跟地球的距离有关 那么这个在地球表面是固定的话 那么这个G就是 A就等于G 这就代表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好 现在我们看牛顿第二定律的应用 第一个例子 一个质量为10公斤的物体 放在水平面上 如果这个物体与平面间的动摩擦系数 是5牛顿 要使这个物体从静止状态 经过两秒钟以后 它的速度增加到每秒4公尺 静止增加到这个 问因失于物体的水平拉力P为弱概 我们要用水平拉力 要用多大拉力 它会产生这个状况 我们假设 拉力作用于物体的几何中心 好 现在我们 要怎么做这个问题呢 那我们就分析 这个是什么样的问题 你看它要做什么 要求力 求力的问题 对不对 好 力的问题 通常我们是把它分成 平衡跟不平衡状态 如果是平衡的问题的话 我们就用我们前面讲的 平衡第一条件 平衡第二条件 来处理 如果它是不平衡的话呢 我们就要用牛顿第二定律来做 牛顿第二条件 现在呢 我们知道它是不平衡 对不对 因为它的速度本来是零 两秒钟以后变成每秒四公尺 所以我们知道 现在要用牛顿第二定律来做 我们确定我们要用什么定律来处理 那么用这个定律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先做这个工作 把这个物体所受的外力全部画出来 我们在足力平衡问题的时候画过外力 现在我们也是一样 要把外力画出来 比如说这个是物体 这个是水平面 那这个物体呢 它的外力呢 我们以前讲过 你首先要把它的超距离画出来 就是受地球的引力 就是它的重力画出来 重力通常是 我们假设它是均匀的 就是作用于几何中心 然后我们就画接触力了 接触力 你看这个物体跟什么接触呢 跟桌子接触 跟桌子接触的话呢 它会有两个力 一个就是摩擦力 因为你拉力朝这边 它有朝这边运动的趋势 所以作用在物体上的摩擦力 就是朝这个方向 因为它在运动嘛 所以这个是什么 kinetic friction 滑动摩擦 然后还有这个 这是切线方向的力 然后还有一个 法线方向的分力 那就是水平面 施于这个物体的一个 垂一个正向力 这叫normal force 正向力 那么还有一个接触力 就是绳子来拉它 对不对 你要施于这个物体的水平拉力 水平拉力就是这个力 P 这里告诉我们要用P 我们就用P 力都画出来 一个都不能少 然后我们也要把加速度画出来 画出力以后 万力以后 力图画好了 第二个我们就要列式子 列式子我们现在就把牛顿第二定律 用两个分量式来列 分量式来列 第一个 你先写这个也可以 先写这个也可以 那我们就看 垂直方向我们都是把它当作Y方向了 Y方向的合力呢 只有这两个力 正的是N 朝负的方向是W 因为这个 我们是一维空间 一维空间的向量用正负号来表示 正的就表示向上 负W就表示它是向下 这两个合力要等于零 因为它没有加速度 这一方向没有加速度 可是我们发现等一等 这个式子我没有用到 第二个分量 SigmaFX X方向的分量 就是P X方向就是这两个力 朝X正方向的是P 这个是朝负方向 负方向我们用负FK 就是正方向的力 加上负方向的力 负方向 因为它是负的 朝这个方向我们用负的 这是合力 合力 那等于 这是因等于果 果是什么 它就M乘A A就是它的加速度 我们要求的是P 可是这个式子里头 A也是一个未知数 A也是未知数 它没有告诉我们多大 它只告诉我们说 起初是静止的 用力拉它的时候 两秒钟 拉了两秒钟 它的速度变成 每秒四公尺 所以这个力 我们可以用什么做呢 可以用加速度来做 是否用加速度呢 我们以前讲过 你要用等加速的话 等加速运动公式 你一定要证明说 这个加速度是一个定值 是等加速才可以用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画成这样子 画成这样子 M出过来 你看P是一个定值 水平拉力 就是一定的水平拉力 FK是定值 FK它等于Mu Mu K N N是定值 这个也是定值 小M也是定值 因此这个就是一个定值 所以 这个物体 它是做什么呢 等加速运动 所以我们可以用等加速公式 来算这个A 等加速公式 我们很熟悉的一个V 等于V0加AT 所以我们就得A等于V 减V0 over T 那我们把V带进去 每秒四公尺 V0是零 被两秒来除 所以它的加速度是 每秒每秒两公尺正的 正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加速度是朝这一边的 朝这一边正的 然后A求出来以后 我们就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所以P呢 就等于MA加上FK 这KL的FK 所以它就等于 M 10公尽的物体 乘上2m per second square 加上摩擦力5牛顿 然后我们就求出这个 P是25牛顿 这题目就这么做完了 好 第二个 例题 就是一个电梯的地板上 放了一个磅秤 磅秤上面呢 占了一个乘客 它的质量是80公斤 涨上去以后 它磅秤上 只是80公斤 那么这个电梯 起初啊 是以每秒10公尺的速度下降 然后停在下方25处的楼层 就是电梯往下了 下一站要停的是25公尺下面 问在这个下降过程中 磅秤显示乘客的重量是多少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这是一个磅秤 这是一个乘客 他站在磅秤上面 电梯是往下 现在要从这里开始到这里要停止 下降到这里要停止 问这个时候磅秤上 指示的重量是多少 本来它是 质量是80公斤 那后来的重量是多少公斤 好 我们现在要 要做这个问题 我们就知道啊 是什么问题呢 因为 我们要求磅秤上显示的重量 乘客的重量 那就是乘客 给磅秤的力 对不对 我们要求这个力 所以是力的问题 那力的问题 我们又把它分成平衡问题 跟不平衡问题 现在这个系统是平衡还是不平衡呢 我们说它是不平衡 因为它的速度在改变 起初是每秒10公尺 然后下到25公尺的时候啊 速度变成零了 对不对 停到这里一定要是零啊 所以它是不平衡的问题 那么平衡的问题 第一我们用平衡的条件 可以做 那现在不平衡呢 我们就是用牛顿第二定律 所以我们叫牛顿第二定律 那你就要把牛顿第二定律写出来 好 我们把外力画出来 这里 把外力画出来 这个人在这里 他现在说什么外力呢 第一个 我们考虑超距离 地球吸引他嘛 所以MG 朝下 然后呢 还有什么力呢 因为它站在磅秤上面 磅秤会有一个正向力 正向力 N 因为这个电梯没有朝水平运动 所以它没有水平方向的分离 只有这个分离 好 只有这两个力 一个是重力 一个是磅秤给他的力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 你们要问 或者会问这个问题 还有没有别的外力 你说 这个懒神难道没有外力吗 懒神 它是并没有作用在这个人身上 这个外力是指 这个人所受的外力 直接受的外力 懒神只是作用在电梯上面 除非这个懒神 绑在这个人的脖子上 才会给他力 否则的话 懒神不会有力 就这两个力 这两力的合力 在这边 N朝上是正 MG朝下是负 要等于MA 质量 乘加速度 好 那你把A也画出来 A 力画在这里 A 画在这里 因为它从这里有速度下降 每公尺十 每秒十公尺 到这里零了 所以它加速度因此朝这边 好 那么我们现在 你要求的是N 可是这边A也不知道 可是A我们可以求出来 比如说 它可不可以用运动学来求呢 那么目前我们只学过什么 等加速运动公式 等加速运动 跟变加速运动 那我们看看这个加速度 到底是等加速 还是变加速 我们把这个式子变一变 变成这样子 我们知道N是一个 MG是定值 这没有问题的 这个人的质量是一个定值 这个N呢 就是你站在这个上面 N呢 是不是定值的 题目没告诉我们 如果这个电梯啊 它是在这里抖的话 它不是很顺的降下来 在这里 对一顿一顿的 那这个N可能会变 可是这个电梯 我们假设它是很平顺的 减速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假设 这个N是一个定值 好 那你说 如果它不是定值呢 不是定值的话 那A不是定值 它有没有告诉你 不是定值的A 你要计算的话 你要知道A跟时间的关系 还有A跟位置的关系 现在呢 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如果它不是一个定 等加速的话 这题我们没有办法解 没有办法解就没有意思啊 那我们为了要解它 我们就假设说 加速度是一个定值 那么就是等加速运动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用 等加速运动公式的这个设计 V平方等于V0平方 加2AY减Y0 你把V 就是到25公尺的这个地方呢 它停止了 V0是10 每秒10公尺 要注意哦 这个我们用负号啊 为什么用负号呢 因为它是下降 对不对 它是朝Y的负方向 所以负的 然后加上2A A我们是画这个方向 所以是正的 然后呢 Y后来的位置 25公尺 是负的 在远点下方 减到起初是0 A等于这么大 就是它的加速度啊 就是它的加速度啊 电机的加速度 是朝上 每秒每秒2公尺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来N N等于什么 你把这个调过来 就变成M 乘上A加G加A M是80公斤 G是重力加速度 9.8 每秒每秒每秒公尺 A是每秒每秒2公尺 所以等于944牛吨 好 帮称上显示的重量是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 Apparent weight 叫做四重 四重 你看起来是多重 OK 好 那么 我们说 你现在要求的是N N N W'是什么呢 W'是 这个人往下 四重就是往下 失利于磅称 所以它的N 不是W是往下 W'是往上的 那么 这个N W'是 这个是一个什么 我们现在写在这里 都是绝对值 就不管方向 W'跟W'都是往这里的 就是它的大小 就等于N 944牛吨 所以它的四重是944牛吨 那么原先是80公斤 那944牛吨 相当于多少公斤呢 它是相当于乘客的 10重 现在是944牛吨 现在是这么大 那原来的原来是80公斤 80公斤只有784牛吨 所以它现在是比较重了 因为电梯在刹车 有个向上的加速度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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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